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 Flangio 今天這個影片大家想不到會有的 因為就是 Sony QX1 的一個評價 Sony QX1 其實是第二代的相機鏡頭 缺少了螢幕和沒有了相機機身 都非常輕巧 方便攜帶 用 NFC 透過 Wi-Fi Direct 功能去連接手機 大家只是帶著電話和鏡頭鏡頭 就可以拍攝到一個高過 DC 級數 它是用一個無反的鏡頭 用一吋的感光元件 所以拍攝成像質素 景深效果都可以輕鬆做得到 還有我現在拍攝的影片 也是用 QX1 去做的 剛才接著來的影片 再有更多深入的評價 講一下它的規格 機身設計 還有拍攝相機的質素 拍片的質素是怎樣 今天詳細跟大家分享 事不宜遲 馬上去片 小小過相機鏡頭 都很方便攜帶 在包包裡 不需要額外增加很多重量 還有它小小過 開了相機小小的 可以拍攝 1080p 30fps 全高清影片 另外它有2000萬像素的照片 還有它用了 BIOS X 的影像處理 另外它用了感光元件 是一吋的 CMOS APS-C Type 的感光元件 其實用一個無反的拍照的質素來講 一吋大的感光元件 以一個細細方便攜帶的相機 都非常足夠 還有一吋的 CMOS 感光元件 其實都很輕易做出一個 食景深的效果 都很容易達到的 另外它是2010萬 2010萬像素的 拍攝出來的有效的像素 它本身的像素是2040萬 有效是2010萬 另外它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這個 QX1 除了可以拍一般的 JPEG 檔照片之外 其實它還可以拍一個 RAW 的相片 變成大家用 PS 拍攝照片 變成彈性更加大了 變成 QX1 的用處 可能對比 QX10 和 QX30 類型的相機鏡頭更加實用 另外 ISO 方面 大家以次賣相素拍攝得到 ISO 則可以由 100 至 16000 ISO 都可以 另外 QX1 對比 QX10 和 QX30 多了幾個模式 除了有 Superior Auto 全自動模式 Program Auto 有一個程式自動模式 另外它有兩個特別的功能 一個是 Aperture Priority 一個是光圈先缺的模式 還有快門先缺的模式 最長可以拍到 30 秒的快門照片 拍攝夜景彈性大了很多 另外不得不提的是 QX1 用了 E-mount 的格式 大家可以看到相機側部的位置 有一個鏡頭的 Locking 按鈕 先關掉相機 還有鏡頭蓋 保護大家的相機鏡頭 按住這個按鈕 然後拋開它 大家可以脫掉相機鏡頭 以及一吋感光元件的相機本體 然後放上去 放上去 拋開很簡單 分到正確位 然後就這樣拋開 變得很方便大家換鏡頭的方法 它用了 E-mount 的格式 還有它有一個轉駁器 如果大家再購買外賣的時候 A-mount 和 E-mount 都可以用 變成這個 大家想用長炮 zoom 去很遠 或者是特別想用 VHI 或者是用微距拍一些特效相 都很方便拍得到 好 講了這麼久 大家出現玩一下 好 跟大家看看外觀設計 今天Sony QX1 整體設計 都很紮實很可靠的專業感覺 跟上次的設計不同 KX1 要開啟開啟鍵才能開啟 內床可以有 M2 卡的 slot 即Sony 字的 M2 卡 還有 Micro SD 卡 另外電源都放在內 另外三方的蓋 大家可以駁回手機連接架 駁回手機拍照 另外機身左側有獨立快門鍵 大家可以進行盲拍 不駁回手機拍照 另外機底下 有一個 Multi Flip 開啟了 有一個 Micro USB 插頭 前面鏡頭上 鏡頭有一個 Zoom Key 光學變焦有 3.6 倍 另外機底下 有一個正常一般的腳架連接接駁頭 這次很特別 機的右側下面 其實會有一個手繩的接駁位 另外有一個 Alpha 的 Logo 還有 NFC Logo 只要拍照的手機 自動連接了 開個 Play Memory App 內建了 Zenon 的閃燈 都方便拍夜景、人像等等 用來看看 今次 QX 1 體積比 QX 10 大了很多 新長鏡頭出來之後 整體都不是小的相機鏡頭 但對比同級無反相機 仍然是輕便攜帶之損 另外剛才影片初段跟大家提過 今次 Sony QX 1 用了 E-mount 的格式 方便大家換回 Sony 旗下其他 出了不同類型特效相機鏡頭的 E-mount 鏡頭 或者接駁器用 A-mount 都可以 用一吋的感光元件 拍出來成長質素很高 另外它鎖鏡頭的 Lock Key 都很紮實 讓人感覺不容易 或者不用擔心 Build Quality 方面的感覺 再跟大家示範一下 將 QX 1 和手機連接的 跟上一代 QX 10 和 QX 30 一樣 用回同一個手機接駁的環 其實我都試過共用得到 找回正確的 Lock Key 位置 轉上去 然後我建議放手機上去之前 先找回大家看到有個 NFC 的 Logo 拍回你的手機上去 它自動開了 Play Memories 的 App 然後再接駁手機上去也未遲 即時你的手機 由一個可能 1300 萬像素 或 800 萬像素的手機 即時變成一個 2000 萬像素 支援光學變焦 以及用一個無反的質素的相機 變得很輕鬆 只是帶多一個小鏡頭出外 已經立刻可以把手機拍攝出來的質素 大大提升了 因為它用 Wi-Fi Direct 大家拍完照片 它會即時傳到手機 Play Memories 內 不需要按握 USB 線 才可以把照片放進去 這一個很方便 說了這麼久 到底拍出來的質素如何呢 今次和大家簡單分享 即是一兩張日拍夜拍的照片 下一次有第二條片 和大家分享更多逆樣版的照片和相片 今天分享到尾聲 和大家詳細看了 QX1 相機鏡頭的規格 相片和影片的樣板 以及外觀設計 最後跟大家分享一個 QX1 可能要改進的地方 就是它和手機連線的部分 因為 QX10 和 QX1 其實有一個救病 就是用 Play Memories 的應用程式 很多時候在家裡連接手機是很快的 但不知為何 總是去很多人的地方 或者是收得不太好的時候 連線又慢了很多 始終要將 QX1 和 QX10 連接手機 快起來最快都要 5 至 10 秒 和大家可能直接開了相機 然後馬上拍照 也有少許時間距離 如果Sony 可以在軟件上提升 亦開機和連接的速度 當然是最完美的 今天的影片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對剛才內容任何疑問 任何意見可以在下面留言發問 另外當然希望大家訂閱我的 YouTube 頻道 和讚好我這個影片 接著來更多手機教學影片 和評測片段 用現在螢幕大家正在看的 QX1 相機 做一個拍攝器材 希望帶給大家更高質素的評測片段 但不忘訂閱我的 YouTube 頻道 所以記得 另外如果大家想有更多 剛才影片中 可能未講關於 QX1 相機的資料 或者其他部分沒有講到的範疇 可以留言提出我 可能在下一條影片和大家補足 這次也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